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是有請交通部嗎?部長 部長請 教委你好 昨天本席跟潘夢安潘委員 陪同這個雙元大橋 罹難者的家屬在立友園召開記者會 家屬啊 非常嚴厲的控訴交通部無情 而且呢同樣是一個災情 同樣 北二高七谷走山 馬英九馬上指示交通部 兩個月內搞定 而且呢賠償沒有上限 可是呢對於十條人命 雙元大橋的這個斷橋事件 政府啊 除了不聞不問以外 甚至呢還冷冷的回以公文 拒絕 協議 來理賠這個國家賠償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應該啦 齁 我不知道部長你知不知道 你們公路總局 回給人家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 這公文你有看過嗎?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 呃 國道3號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那麼我們這個 呃 對他處理國賠 我們用的是這個 呃 國賠法第三條 那麼 所以我們很快可以做個判斷 所以呢我們也事實上也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也在檢視其他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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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交通部啊相關的一些國賠案 那我們中間就發現像那個 封丘隧道啊 那麼當時因為 這個災害的原因是在路權範圍之外 公路局沒辦法受理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有新的施政 就是有監察院的一個糾正啊 以及這個檢察官的起訴 不過他所針對的都是路權範圍之外的 水利單位的一些一些權責 在做處理 那我們認為這是個新的施政 所以我們建議行政院啊 應該來重新來檢討 他的 雙元大橋也應該要啊 對 我讓我稍微把它講完哈 那雙元大橋事實上我們也是在 都一路在檢視了 那麼 那我們也也也也也也注意到就是說是 呃 4月14號 那麼雙元大橋這個案子 監察院也做 也有也有也有做了也糾正 所以呢 我們現在 我現在已經要求公路總局啊 只要是 國培要件相類似相同的案件 我們處理原則是一致的 好不好 跟委員這樣做這樣報告 不過當然我要補充一句 每一個國培案是 他的內涵都不內容都不太一樣了 像國道3號這個案例 他是在沒有雨沒有地震情況下發生 然後雙元大橋是在 是一個超大豪雨的情況發生 所以內涵不一樣 所以將來可能標準 各方面可能還是會有差異 所以我想這一點 我要讓你清楚的明白 國培法的第三條 也有講到 我們這個管理這個不當的舒適的這個部分 除了說設置不當 我們這個公有 公共的設施設施不當以外 管理不當 所以我剛剛講 只要要件相類似 我們處理原則一定 我今天一定要讓你了解一下 我看你恐怕都不知道 你們交通部回給人家 拒絕人家 國培的理由是什麼 說第一個 雙元大橋以斷橋前 橋樑情況 檢測情況為喪渴 第二個 可見斷橋前以依規定 為積極並且有效 為防止危險或損害發生之自理行為 自己講耶 自催自擂 今天如果說橋樑狀況喪渴 而且斷橋前交通部又已經 積極有效的這個處理 那為什麼橋會斷掉 積極有效耶 然後呢 要求什麼 請求人 要提出其所評之依據 及證據 認為人家舉證不足 包委員我想 我想這個案子 我們會按照監察院的修正 我們來做後續處理 我要讓你清清楚一點 今天公主我得聽 橋段人亡 連橋樑連人 失守到現在都還沒找到耶 你叫老百姓叫家屬去提什麼證據啊 今天如果說不是監察院糾正你們 你們會這樣做嗎 今天如果說不是北二高 發生走山事件 你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民怨 你們會這樣做嗎 我今天這個質詢是要求你們 我相信這個國家賠償未來交通部 應該要真正站在民眾的立場 不能夠花這種冷冷的公魂回答人家 要求人家提出證據 然後自吹自咧說 已經做了積極有效的這個防渡的這個行為 部長 這樣的話你聽得進去嗎 對啦我想這個 本案我們會按照監察院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糾正啊 我們來來做處理啦 那事實上當然就是說 任何國賠都有它的要件 都有它的要件 監察院怎麼糾正你們呢 它事實上它的那個那個那個解讀上 事實上也可以把它 起碼可以把它解讀就是 可能會有第三條的適用 可能 到底現在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要件 部長 這個這個我想不是我來判斷 這個是要要讓我們相關的專業人員 再去做判斷 我剛剛的原則就講得很清楚 只要相關的要件是類似的話 是相同的話 我們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則是相同 我現在要求他們在做 這個要件到底合不合嗎 我們現在就是說 像前面那個案 像前面 你今天來國會耶 是 我就說這個還在處理中 我就這個問題 對這個還在處理中 我在處理中好不好 那要件合不合 這個還要還要還在處理中 這個這個不是一個政務官的 這不是一個政務官的判斷 監察院就證你們內容是什麼 你這樣看來 監察院就證你們內容是什麼 基本上那個內容解讀上就是說 這個可能會有第三條的責任的問題 第三條的適用 今天我跟你講喔 監察院糾正你們 就是你們管理不當 就是適用第三條 不是說什麼可不可能 本來就是用第三條 包委員我想這一部分讓我們 行政上有個處理的時間好不好 什麼叫行政上處理的時間 難道還不夠久嗎 去年到現在還不夠久 八八水災到現在還不夠久嗎 我今天我唸一段給你聽 我看你也不好意思 在這個國會裡面自己講說 監察院怎麼糾正你們 你看到交通部 公路總局 風橋的標準作業程序 程序疊經修訂 確診無法聚以落實辦理風橋作業 規定不切實際 交通部公路總局未能依實際情況 彈性調整風橋最適當時機 再來八個字 消極保守 自量災害 消極保守 自量災害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糾正 我們來做後續的處理嗎 你應該在這個國會裡面 公開跟社會大眾 做一個清楚的交代 說你們會來 理賠這個國家賠償 或者說你至少要講啊 符合國家賠償法第三條啊 對 只要有要件的符合 我們一定會辦 符不符合嗎 報告委員 我想像這一部分 是由法律上的專業 好不好 給我們一點空間 這個不是政務決策 這不是政務決策 好不好 這不是政務決策 我講得非常清楚 監導人就這個公務這麼清楚啊 對 我想 給我們一點行政的空間 好不好 我跟你講齁 你們這個行政空間太多了 不會 這個案我們會 我會盯得很緊 你們之前就是 給人家濫用行政的空間 自吹自裂說 已經做了積極有效的這個作為 第二個 要求人家舉證 橋都斷掉了 連車子 連屍體都找不到耶 你要求人家舉證 要不要去甘夢 蛤 要去甘夢 不然要怎麼舉證 老百姓有這個能力嗎 你們發這個公文 公路總局的這個 總局長是誰啊 有沒有來 今天有沒有來 沒有 沒有 發這種公文耶 發這種公文耶 你現在還要求什麼行政的空間 就是你們行政空間太多了啦 所以這個家屬你看 這麼多 這麼久以來 投訴無門耶 今天不是說 發生北二高走山事件 政府在處理這個 政府現在不敢兩套標準 否則的話他們怎麼樣 所以你要好好 盯你下面的人 不是跟立法院要求的你們行政空間啊 來立法院就是要表達 這個案子 對 儘快會來處理這個案子 要有佩力啦 我跟你說 要有佩力 會腳手的人做得不好 你要馬上改進 不是來國會要求立法院 給你們行政的空間啊 啊 否則的話喔 這樣民怨啊 民怨疊起 這個是我給你非常善意的這個 謝謝 這個建議啦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希望齁 比照同一個標準是怎麼樣 只要要件相同 我們一定是同一個原則來處理 好不好 同一個原則 怎麼樣的原則 就是要件 如果要件相同 假案 跟一案要件相同 假案賠當然一案也賠啊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啊標準怎麼樣 標準當然會不一致 啊 處理原則一致 標準可能要按照案情的內容 這個要來做進一步的判斷 案情的內容 對 譬如說像國道3號這個案子 是在沒有風 沒有雨 沒有地震情況下發生 這是一種背景 然後像 莊園大橋 他是在一個超大的 好雨情況之下 發生的這個狀況 你們是因為管理疏失欸 對 但是那就是說 這個背景 背景情境不一樣 還是有差異 這個還更嚴重欸 這個是有差異的啦 好不好 這個莊園大橋 這個更嚴重欸 你應該封橋沒有封橋 封橋沒有封橋 至量人命 這個更嚴重欸 我想有其他基數性細節 我現在有原則就是 部長 你這個話中有話喔 你這個話中有話喔 你認為說雙眼大橋這個事情好像 情況比較輕微喔 沒有我是說齁 藥界相同 那這個又是雙重標準喔 那這個又是雙重標準喔 這個又是雙重標準喔 這個我沒辦法接受喔 部長 如果你有這種心態 他就表示你不對喔 這部分要由法律上來判定 今天監察院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對 這個由法律上來判定 好不好 這不是政務官的決定啦 好不好 法律上 就是說國家賠償 因為他有計算方式 就可以來協議的阿 對 他有計算方式的 有計算方式的 這個本來就可以協議的阿 對 這個有計算方式的啦 報告委員 今天齁 走山事件 人死亡了 雙元大橋的人 的罹難者也已經死亡了 是 我們的賠償標準 但是每一個 對 但是每一個案件 它的背景不太一樣 哪有什麼不同的標準的 背景不太一樣啦 這個有計算標準的啦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你 你這個有差別心啦 我看你這樣的答案 我看你有差別心 報告委員 每一個案例事實上 是都不一樣的 他計算標準 也都有他的一個 一個算法的啦 報告委員 我們就照著這一部分來走吧 我希望齁 你要給家屬一個交代 這個案子 我們會緊盯著 是是是 我也會 我也會盯啦 我也會盯 我們絕對不容許你們 雙重標準 我們也會盯啦 我們 這一部分 我們照規矩來做 謝謝